以色列的駐聯合國代表 在會議中怎麼講呢 仔細聽喔 如果你聯合國同意 讓巴勒斯坦變成會員國的話 那麼美國將完全停止 資助聯合國還有機構 你是美國代表還是聯合國代表 這個角落 你以色列代表幫美國講話 他全部沒有提到以色列 他說如果你聯合國同意 讓巴勒斯坦成為會員國 那他美國會制裁你 所以當然我覺得這個美國應該很震驚 你怎麼把我們的秘密講出來了 對不對 還是說他的看法就是美國是我兒子 我知道他幹嘛我就可以幹嘛 那他可以 但是我看到今天有很多媒體 還很認真的從法院 再來探討他這個話的釋法性 有沒有這樣子一種可能 是他真的可以幫美國來宣布 還有這個巴勒斯坦成為 這個聯合國會員國的裁案 我們看到4月18號 安理會的決議對不對 對這個多少都有分別進行不同的這個投票跟表決了 所以以色列這話曝露了目前的一個真實狀態 你怎麼看待美國態度有反轉嗎 美國永遠不會反轉 而且就跟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表現的背後表現的心態 就是說美國要做什麼是我以色列決定 所以我覺得拜登講這句話 根本他沒有辦法控制情勢的 他要不要停止向以色列輸送的武器有以色列決定 那他講這句話只是在紓解一下國內的民怨啊 對都是在騙我覺得美國真的太虛偽了 對你一天到晚說不能做那個不能做這個武器都是美國提供的 以色列在那個戰場上殺這個巴斯坦人的武器 大部分都是美國提供的 然後美國還說我反對 這不是一個這個言行完全抵觸 說法跟做法完全抵觸 而且你看拜登講這句話也有前提啊 說大規模攻擊拉法 那中規模是不是就不算了 那大中小誰認定 大中小怎麼認定 對不對 由你美國認定啊 所以都給自己先預留伏筆 對 然後呢 暫停 已經暫停向以色列運送武器 暫停表示說只是暫時啊 對 是不是因為現在武器夠了可以暫停 那武器不夠的時候馬上是不是又要恢復呢 所以我覺得美國這個政府啊 這個第一個啊 完全顯現出啊 他們是受控於以色列 他們雖然是美國人民選出來的 美國的政府的官員 可是他們在對以色列的做法上完全受控於以色列 要不然以色列的常駐代表 怎麼會他變成美國的太上皇啊 他說你們如果做這個美國會怎麼樣對你 美國人都還沒講話來 以色列就出來講話 我如果是美國人的話我會覺得啊 這是有沒有搞錯啊 你以色列的駐聯合國代表 今天決定我美國要怎麼做 幫我美國講話 那我一定要問問看美國這些政府你們在搞什麼鬼啊 以色列人已經騎到你美國頭上你都不敢吭氣 他就是胸有成竹用肯定句這樣講啊 這是已經騎在美國人頭上啊 對那美國人也不敢吭 他這個話是不是也順便講給美國聽啊 我想也是也是就是 也就是語帶威脅通通威脅 包括你美國也警告你美國 你不要想造次 你就是要聽我的 美國對聯合國的錢 就欠了一大堆錢了 真的付錢的國家裡面都找不到美國的 美國欠最多了 對啊 所以他這個本身來講就矛盾了 美國每次繳錢啊 因為聯合國這個這個匯費規定啊 你欠到一個數目的時候你就沒有投票權了 美國每次好快要沒投票權到那個邊界 就補個三五千萬美金這樣子 永遠都在欠錢 所以這個國家真的 我覺得真的你要看他實際作為真的是不堪 就怎麼講呢 就跟他的對自我的這種描述 跟自己想扮演的角色完全都是 完全兩回事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 以色列把美國人打回原形啊 以色列打回原形 要全世界都在看 那美國人過去不是這樣 美國在一次大戰二戰他不是這樣 那真的是 就是說怎麼講呢 就是向下沉沦的可怕 這個是一個非常沉沦的國家 但是這個速度也太快 讓大家看傻了眼 這個AI篩檢目標 這個過去我們講過 以色列就是照單殺人就對了 等於是AI呢 他把這個哈馬斯給過濾出來 因為之前利用這個AI辨識呢 他都鎖定好 比方說你的年齡啊 你的特徵啊 幾公分你的體型啊 身上臉上的特徵啊 這個叫薰衣草人工智慧系統 加薩230多萬人進行了分析 辨別哈馬斯成員 那重點大家就這樣 萬一很像怎麼辦 我覺得很倒楣跟他很像怎麼辦 一定是錯殺 誤殺 所以最可怕的就是哦 他會有個允許錯殺跟誤殺的比例 就是殺一個哈馬斯 允許大概殺20個平民 比方說你在窗戶口 看到一個這個哈馬斯很像 AI辨識認為他應該是 但大樓裡面同時有很多無辜的民眾啊 你就會紅外線掃描一下 大概有多少人差不多的話就去炸 所以你才會看到有這麼多的傷亡 特別是婦女啊 小孩啊等等 因為以色列的科技進步 科技要殺人也是非常可怕 那現在呢他就要用這套 在哈馬斯的AI殺人系統 同樣的放到拉法 拉法目前大概是120萬 到150萬人左右 所以一樣我看到他那個哈馬斯人數 大概是7000吧 所以從百萬人當中 大概辨識出這個七八千左右 你就知道 我就不知道他的這個比例會不會放寬 這在加薩是1比15 那在哈馬斯也許會放得更寬 但在此同時 因為真的要打拉法 真人神共憤 真的是人神共憤 據說伊朗已經悄悄動了起來 伊朗的革命衛隊 海軍巨艦 沙西德這個馬赫達維號 已經進入了赤道附近 那他可以發射彈道飛彈 配備電子作戰系統等等 預料他未來呢 可能會悄悄的潛進紅海會不會 張軍你怎麼看待軍事上的動態 怎麼打拉法會有多慘 伊朗會如何 對我認為這個薰衣草人工智慧AI的 人臉辨識系統 人臉辨識系統 我們知道人的那個 今天鬍子沒刮又不一樣了 對啊 人本會看頭髮又忽長忽短 頭髮會長長的 而且我們知道有些人那個人 中東人我們有時候看的都一個樣 這人臉辨識系統 它的誤差值是很大的 因為相望都會變 何況今天真的是 比較倒霉的時候 平民百姓 為什麼 因為這些哈馬斯組織 偽裝 他圖那個 我們知道那個草率 那個偽裝高 一圖之後 人臉變成馬上失效 倒是挫殺了平民 因為 就是容許措殺 就變出來 然後一比十五就是爛殺了 你如果一比一 我都懷疑 那就爛殺了 說不定不止十五 這個就變成無差異了 因為你一比十五 一比二十都是無差異了 反正看到了 只要像了就殺了 所以難怪他會去炸醫院啊 炸奈民營啊 炸一些文教機構啊等等 所以他是那個 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就是種族滅絕 滅絕嘛 種族滅絕 就違反戰爭罪 違反人類罪 因為這個就是無差異的殺戮 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為什麼 美國那麼多大學 你從東部的這個 耶魯大學 這個哈佛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 一直到西部的 有種講法 當然這個以色列是科技大國 那他為什麼用 動用這套AI系統 說實話 也是給他的一些士兵 進行一些心理建設 因為講實話 作為一個士兵 特別是很多以色列 阿兵哥都是二十幾歲 年紀輕輕 我問你 你對於眼前 站在你面前的婦女 你下得了手嗎 兒童你下得了手 你下不了手嗎 所以利用這個AI來輔助 讓你在這個AI裡面 就是屏蔽了你的個人的情感 對他們的一些識別 所以只要AI說可以 你就可以激發 這個部分讓大家這個士兵的 心理上的那個 你知道就是軟弱 軟弱也好 壓力也好 就瞬間消滅了 變成一個安慰的手段 安慰劑 不是我殺的 是AI殺的 你錯了他 你怪AI就是了嘛 這個AI你沒有責任 變成這樣子 讓他心理上好像沒有 這樣子他更能夠大型放開 放手去在那邊做這些事情 做這些殺戮 變成這樣子啊 你要怪誰怪AI嘛 因為AI不準嘛 因為AI會失誤嘛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宇 你知道肌膚年齡 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 來自於內在 十幾年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兩千巴爾頓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洗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 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 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囉 支撐 支持如果負責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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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撐